文章开始之前 这里小编有必要先说明几点 第一 碍于一些特殊的缘故 以及某暗黑势力的存在 罗莉岛这个大瓜 咱没办法具细民意的全部披露出来 只能是尽可能多的爆料当中的恶臭内幕 其他一些不能写的东西 也只能是春秋笔法 隐晦写一写 或者是直接隐去 毕竟君不见欧美那边拍摄罗莉岛相关影片 写作罗莉岛相关书籍的导演 作家 一个个都被嘎了 死得不明不白吗 再一个 这几年当事人 也就是罗莉岛岛主爱波斯坦都死了 多位受害人也已经在寻求司法的帮助 不断就这事提起诉讼 对不公堂了 可细思极恐的是 在漂亮国那边 罗莉岛案件的相关卷宗 庭审文件和资料全部都是被严密封存起来的 其中一位牵涉其中的法官 更是一度遭遇到过来自神秘杀手的暗杀行动 同时截止到现如今 民众已经在竭力追寻真相的前提下 这个瓜能抖落出来的所谓丑闻名单 其实大多数都是死人相关的东西 名单上那些活着的名流政要 则绞尽脑汁做公关 疯狂无嘴 全力隐匿自己的信息和踪迹 生怕卷入到罗莉岛相关话题 还有 就连大眼平台上 尽管网友讨论罗莉岛相关的话题 讨论的热火朝天 可宝子们发现没有 无人关注的角落 罗莉岛相关的热搜词条 悄悄的 悄悄的被炸掉了 而不是按照正常的平台流量推送规则 报了热搜榜单 这就足以见得 有人在全网 全平台 全球无嘴这件事 甚至内鱼这头 也有人在帮忙按戳戳压这件事的热度 如此想来 其背后的引擎就更是让人毛骨悚然 不寒而栗了 基于这个情况 为了避免账号被炸 小编也只好选择性的爆料 这一点还请宝子们见谅熬 第二 其实还是上面这个原因 在爆料的过程中 除了已死的岛主 爱泼斯坦等人 其他关键人物 书将会采取化名 当然 会尽可能取那种宝子们容易猜出的化名 宝子们 也别追根究底 非要对号入座 总之 就当是听一个西方恶魔岛恐怖故事 就OK 好了 这两个重要的点说完了 下面言归正传 咱们开始今天的大瓜 说起来提到爱泼斯坦 和他的私人岛屿 罗里岛 宝子们的第一印象 是什么呢 西方世界的色情天堂 漂亮国版本的巴提亚 隐藏在现代文明社会之外的拉皮条圣地 亦或者是欧美富商名流 正要大佬们 寻欢作乐的秘密乐园 一个法外狂徒 构建起来的法外之地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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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倘若宝子们 只是这样从最浅显的层面 去解读这桩震惊西方世界的 惊天大丑闻事件 那无疑是把爱泼斯坦这个人 想象的太过简单良善了 事实上 爱泼斯坦本人也好 他背后的罗利岛也罢 隐藏着的都是有关于欧美光明会 以及书此前曾经简单科普过一番的西方 由于团伙的剧 大阴谋和庞大野心 科普一下 欧美光明会和由于团伙虽然称谓不同 但他们所混的圈子 办的是 以及两个团伙中的骨干成员 大致重叠 搜 基本可以将他们视为同一股势力 这一点下面不再说明解释 在那座万里之外的岛屿上 潜藏的罪恶也绝不仅仅局限于包括强奸 群僻 恋童 看硬趴在内的种种暴力性侵行为 而要讲清楚这一切的一切 揭开人性最深层次的恶 无疑 咱们还是得从故事的开端 也就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 美苏冷战背景下的动荡全球局势复盘开来 抽丝剥茧 追溯往西 正如小编在上上期文章 港圈风丫头被强奸蹂躏的瓜 至终日斗法 由于团伙的种种恶行篇幅当中 所cue到的那样 由于团伙作恶多端 打从几千年前被赶出中东 流浪全球起 他们就草蛇挥陷 浮卖千里 开始到处炮制阴谋诡计 窃取别国的财富 文化 资源 几百年前发生在明朝末年的天启大爆炸事件 吉王工厂火药库爆炸 就是他们最为得意的一大手笔 然后随着时间的推移 到了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 美苏争霸时期 从德国逃亡到漂亮国的一帮鱿鱼团伙 窥探到了一个史无前例的绝好机会 要知道 彼氏他们已经在中东复国 为了支援这个精神上的母国 再反过来利用精神母国 要武扬威 称霸全球 由于团伙的高层圈决定在全球范围内 新风作浪 左右逢源 拉拢各方人士 和他们秘密结成同盟 实现自己一些见不得光的勃勃野心 为此 他们又是在漂亮国 结交军事 政治 科技 文化 教育 娱乐等等各个领域的大佬和精英 又是砸钱参与漂亮国的一哥竞选活动 那啥 这里提一嘴 经过几百年窃取财富的行动 由于团伙在上个世纪 已经积累下了巨大的 不可估量的财富 把持着好几个西方国家的经济命脉 这也是他们辗转各国都能混得开的最根本原因 毕竟资本社会 金钱就是王道吗 各种蹦的 积极投身到了漂亮国的权力和话语圈层当中 譬如说上世纪那会 漂亮国某几个一哥的上位履历 就经不起推敲 他们是接收过由于团伙的经济援助的 这就使得他们上台后在制定政策的过程中 有意无意的偏向于由于团伙的利益 而非漂亮国本土居民的生存权益 除此之外还有 漂亮国有几个州的议长 议员 行政长官则是由于团伙包装墙捧出来上位的 这就导致在具体的执政过程中 他们攻气私用 践行的完全是由于团伙的意志 为由于团伙在各个层面上打开方便之门 而这一招虽然高明 同明朝的江南富商与东陵党之共生关系有的一拼 可归根究底 光是拿钱去拉拢别人 讲真 几千年的历史故事给出了一个深刻的结论 那永远只是下下策罢了 毕竟人心不足蛇吞象 而搞政治的人那往往都是得拢望鼠 欲喝难甜 贪得无厌 利欲熏心的 今日由于团伙给政客们一笔钱 可以收买政客为他们说话 明日由于团伙必须要给政客们两笔钱 三笔钱 四笔钱 才有可能买通他们为其办事 而下下次 这些朝三暮四 擅长变脸的政客们愈发贪心 要的越多了 有时候 由于团伙不愿意给到政客们足够的钱 政客们还会转而收取其他势力方给的钱 替其他势力方办事 打压由于团伙 言以弊之 政客们在某种角度上来说就是一群有奶就是娘 甜不知耻的婊子罢了 这一说法 最典型的案例就是 上世纪纳会 有一回由于团伙没有拿出足够的钱收买某个州的高层官员群体 最后那伙高层官员竟然抱团出台了一个政策 从法律层面上禁止由于团伙进入该州境内从事贸易活动 狠狠摆了由于团伙一道 这让由于团伙的人颇为恶怒 觉得自己被背刺了 于是乎之后为了改变这种现状 同时也为了更好的隐身幕后 操控和左右漂亮国的各项政策 法律法规 社会制度 为自己牟利 由于团伙绞尽脑汁 琢磨起了深度捆绑和控制那些精英群体的法子 那么具体怎么控制呢 我们这边有一句俗话 叫做一起同过窗 一起扛过枪 一起嫖过昌 一起分过脏 人际交往中 大家普遍认为这样的关系最铁 包括心理学上也有一种说法 一起干过坏事 分享过秘密 互有把柄的两个人会变得更为亲密 而很显然 由于团伙想要拉拢漂亮国的精英们 同过窗 扛过枪 这显然是做不到的了 不过前两项做不到 后两项可操作的空间却很大 可行性也很强 基于这一点 由于团伙们行动起来了 分赃方面 他们开始着手和一些位高权重的目标人士 共同做灰产 黑产生意 比如走私 贩卖人口 军火 买卖器官 毒品之类的暴力生意 就都是他们的最爱 可话又说回来 商业圈子的蛋糕和红利始终是有限的 由于团伙不可能把每一个要拉拢的人都带入到他们的资本圈子 瓜分他们的既有蛋糕 搜 你懂的 说来说去 要达成拉拢庞大目标群体的目的 最好的方式还是一同嫖娼 干坏事 拿捏目标人士的把柄 也因此 起初的时候 由于团伙的高层直接沦为了高级圈子里的皮条客 不断的带着目标人士辗转于色情场所睡女人 不得不说的是 这一招在最初的时候确实行之有效 借着所谓的女色 由于团伙迅速和不少政要 富商大佬 行业精英打好了关系 大家结位了伙伴 后来 由于团伙嫌弃亲自下场拉皮条 未免有些自降逼格 有损他们的形象毕竟搁哪个国家 归宫这个名号都不好听 于是为了维持所谓的道貌岸然式的体面 他们培养起了自己的专属白手套 白手套之一 即当年仅凭一己之力 在欧美各国掀起了MeToo运动的好莱坞第一恶棍 维恩斯坦 根据现有的资料报道 维恩斯坦此人从80年代担任电影制片人起 便接连猥亵 侵犯了起码上百名好莱坞女艺人 大家所熟知的大表姐 某几位好莱坞影后 无一例外都和她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是她的秘密情人之一 而这实质上也仅仅只是表象罢了 除了自己亲自上阵 引诱 猥亵 侵犯年轻漂亮的女明星们 维恩斯坦还曾经把多名女艺人 输送给她背后的鱿鱼团伙 用来招待鱿鱼团伙的客人们 对了 还有一点 通过此类层层关联的利益输送关系 鱿鱼团伙一把持 操控 收买了好莱坞的各项优质影视资源 和电影电视大奖 包括无数电影人心目中的 艺术明珠 所谓的奥斯卡大奖 也只是他们手中的小玩意罢了 偶尔一些女艺人服务质量过硬 但是得力 替由于团伙们搞定了某些 位高权重的大佬 才干过人的行业精英时 维恩斯坦便会向由于团伙申请 为该艺人量身定制一部冲奖作品 为其颁一个奖 作为对它的特别褒奖 UC 说到底 世界就是一个巨大的草台班子 很多人梦寐以求的顶级艺术成就大奖 本质上也只是某些群体 淫荡的小游戏周边产品罢了 不过即便如此 这些资源 这些大奖仍就是很多人的心知所向 毕生追求 正因如此 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到现如今 很多艺人为了共享由于团伙名下的影视 时尚资源 拿到行业领域内的大奖 会主动投地投名状 加入到由于团伙 发展到后来 由于团伙还搞出了一个所谓的羞辱性测试 想要加入他们当中 就必须接受这种变态的 阴暗的人性测试 无独有偶 前阵子在网上闹得沸沸扬扬的脱衣舞 Lisa封马秀风波 不就是这类事件的重演吗 而追溯往昔 好莱坞影史上的一位著名金发美女更惨 她十来岁的时候 就被亲爹精心调教 送给了维恩斯坦这个大恶魔 妥妥的西方版扬州兽马故事在线 此后在维恩斯坦的手底下 她吃了很多的苦头 未成年时期就作为礼物 伺候由于团伙的特殊客人们 不过她很聪明 维恩斯坦带她入了演员这一行后 她一边努力拍戏 为自己积攒名气和实力 一边找机会搭现新的靠山 最终逃脱了维恩斯坦炼狱一般的可怕世界 此外 和金发美女一样 也并不是所有艺人都愿意出卖肉体 践踏灵魂 与由于团伙沆瀣一气 同流合污 在罪恶的海洋里沉沦 而这些不愿意与恶魔共舞 或者是试图揭露恶魔罪行的人 则都会遭到可怕的报复与打压 很多人甚至为此丢了性命 除此之外 想也知道 潜规则这种事如果全部都是你情我愿 那它就不叫潜规则了 在横行好莱坞40年的漫长生涯中 背后有靠山 性格又霸道的维恩斯坦 没少必良为娼 干一些下药迷奸 强奸女艺人的违法操作 再或者 有时候由于团伙看上了某些女艺人 女艺人又不愿意现身的情况下 维恩斯坦就会作为超级大打手 使用暴力手段 强迫女艺人去牺牲奉献自己 如此这般 折辱在维恩斯坦这个大恶人手上的无辜女孩 不计其数 有一些女孩子因为受不了这巨大的屈辱 事后更是选择自杀 说白了 这又何尝不是一起又一起漂亮国版本的张子言事件 雪莉事件呢 还有一点 维恩斯坦魔爪下的牺牲品可不光是女艺人 到了后期 为了满足由于团伙和客人们的一些特殊需求 维恩斯坦也会输送大批量的男艺人过去 这些男艺人有的卖屁股 有的利剑出鞘 被迫可灵可依 在涅海深处堕落堕落在堕落 归根到底 围绕着维恩斯坦 围绕着鱿鱼团伙 所谓的好莱坞不过就是一个大型的全钱色交易场所 世界赢我子罢了 当然了 考虑到咱们今天的八皮主线是罗莉岛相关内幕 好莱坞这部分的瓜叔暂时说到这里 对维恩斯坦的故事感兴趣的宝子们 可以去网上搜一搜他的那起MeToo运动 可谓是触目惊心 让人三观乍裂 另外必须要说明一点的是 前两年MeToo运动曝光以后 维恩斯坦不是面临多起性侵犯罪行指控 蹲进了黑屋子吗 可据现在的一些小道消息来看 有人不想让他继续活下去 他八成要死在监狱里头了 毫无疑问 他正是下一个被灭口的爱波斯坦 然后说到这里 问题来了 维恩斯坦的故事如上所述 那么爱波斯坦罗利岛事件的背后 又隐藏着怎样的滔天罪恶呢 事实上 维恩斯坦是由于团伙精心培养出来的 一号白手套 爱波斯坦则是由于团伙精心培养出来的 二号白手套 至于说爱波斯坦具体是怎么起家 怎么发展出一个庞大的罗利岛的 让我们把时间线继续拨回到文章开头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 那个时候 除了维恩斯坦 由于团伙的高层正在寻找拉皮条的白手套 好巧不巧的 爱波斯坦也在这一时期冒头了 故事的一开始 他是纽约一个普通家庭出身的小伙子 他的教育经历也好 他从事的职业也罢 都是平平无奇 不值一提 问题的关键在于 他的出身比较特殊 他有犹太人血统 正因如此 后来在工作场合结识了 由于团伙的一个外围人员 银行行长后 他得到了对方的赏识和青睐 并在对方的牵线大桥下 做起了金融类的工作 主要帮助由于团伙洗黑钱 而爱波斯坦这个人精明强干 极其擅长笼络人脉 再加上他又精通经济法 数学 会计 所以自然而然的 他在洗黑钱这份工作上 赶出了业绩 干出了成就 得到了由于团伙的信任 其后 由于团伙的人认为 他会是一个优秀的 拉皮条业务人员 于是便将一部分拉皮条 替团队服务 目标精英群体 富商大佬 高官政要的工作 交给了爱波斯坦干 起初 爱波斯坦 消归曹随 带着客人们嫖娼 整花活 搞多人运动 或玩一些刺激性的床上运动 总之 事情尚且在可控范围内 但没多久 爱波斯坦敏锐的察觉到了 光是带着客人们嫖娼 到底还是太过保守了 在他看来 嫖娼睡女人 算什么笼络客人的绝佳方式呢 一来 嫖娼这种活动和谁都能进行 客人们这波爽了 和你称兄道弟 下一波提起裤子就走人 翻脸不认账 不替你办事 你能咋地 你又能咋地 二来 嫖娼在漂亮国 又不犯法 即便是带着客人嫖娼 录制下了相关的视频和录音 那又算什么把柄呢 即便爆料出去 这顶多也只是一般性质的色情瓜罢了 根本起不到震慑一些不听话的客人的作用 在他看来 不干择以 要干的话 那就来一招大的好了 是以 在由于团伙高层的默许下 迎摩爱波斯坦出入江湖 施展起自己的毒辣手段了 当时他接到了由于团伙的任务 他需要带几个来自于府国的客人 嗨疲一番 想办法从他们手中套取到一份绝密的情报 而正所谓知彼知己 百战不殆 和这几人接触了一面后 他敏锐地意识到了一点 这几个客人是变态中的变态 他们被压抑太久了 或许会喜欢强奸类型的小游戏 Get到这一点后 他直接就把这几个人 带到了自己名下的一家酒店 给他们安排了一个漂亮的女服务员 然后又骗着火人 表示女服务员只是他为他们准备的制服诱惑 特别礼物 让他们不需要有所顾忌 尽管去放开胆子 蹂躏女服务员就好 为了更好的拿捏这几个人 爱波斯坦甚至给他们下了药 如此情形下 一切如他所愿 这几个人疯了一班 强奸 蹂躏了毫不知情的女服务员 而与此同时 爱波斯坦已经偷偷录制下了这几人违法犯罪的证据 事后 爱波斯坦拿着证据 威胁几位当事人 要求他们交出那份秘密情报 否则他就找来联邦警察 以强奸罪为由 送他们进监狱 这几人一时之间傻眼了 但自己形势不检点 被拿捏了把柄 他们也无可奈何 只好灰溜溜交出了情报 而接下来 爱波斯坦的骚操作就又来了 一看目的达成 他立马变了脸 声称自己刚刚只是开玩笑 劝说被仙人跳了的那几个倒霉蛋别生气 都是朋友 大家只是玩一玩吗 请跟着 他还又把自己的几个情妇推了出来 让他们陪着倒霉蛋快乐飞翔 遇海遨游 一张一池 软硬兼施 操控人心的手段 玩得66的 发展到后来 这几个倒霉蛋一点不记恨他的坑害 反倒还和他称兄道弟 长久交往起来 再加上爱波斯坦 手握由于团伙给出的经费 他康他人之楷 赠送了倒霉蛋们一些贵重礼物后 好家伙 倒霉蛋们主打的就是一个兄弟抱一个 说说心里话 时不时与他分享 辅国那边相关的一些机密情报 至于说那个无端被强奸的女服务员 爱波斯坦给了他一笔钱 便将其打发走了 后续女服务员曾经尝试报警 但警察局里也都是由于团伙的自己人 他们自然是向着爱波斯坦的 女服务员周旋数月 反倒被扣上了一个诬陷他人名誉的罪名 一度蹲进了警察局 无可奈何之下 女服务员只好死了心 任命接受了这件事 综上 爱波斯坦初次出师 用自己的方式办事 结果可以说是大获全胜 秦始皇捡电线 赢麻了 那么问题来了 接下来爱波斯坦会如何筹谋布局 展开一系列的性贿赂行动 他的罗利岛又是怎么一步步搭建起来的 罗利岛上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产业链 拐卖 调教 训练 拍卖女性幼童 这又是怎么一回事 上世纪越南战争期间 漂亮国的军队从越南拉走了两千多名的幼童 这批孩子去了哪里 他们后续为什么神秘失踪 再无踪迹 除了轮椅一哥 还有谁上过罗利岛 漂亮国几人一哥 辅国二王子的身上隐藏着怎样的惊天大瓜 贩卖幼童之外 罗利岛上还藏着怎样的罪孽 吃人肉 卖奇观 生机幼童 进行长生类型的人体实验 这一切的一切又有何内情 由于时间和篇幅的关系 这部分内容只能待下期 再给大家一一戏八了 期待这些后续的宝宝 文末集赞点再看 书将随时更新 大家记得及时关注小编的动态哦